到了那么大的程度 所以这是很遗憾的就是说 因为这种筛插的制度 或者对于这个疾病早期争断的意思 还不是很强的在一起 还有呢对于可能医疗条件的限制吧 在很多非发达国家的话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么一个趋向 在中国的这种就是 供颈癌的这个发病率和筛减 或者治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最近开始有很多的进展 我很高兴看到最近在北京 已经实现了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实现一个方式 它叫做对于女性的时候 两个病的筛查 我们知道就是可以筛查的 有效的一个方法的 疾病的话肿瘤的话 只有三个病三个肿瘤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有效的 一个就是乳腺癌 你通过乳腺的X光片 一个呢就是 结肠直肠癌 你通过结肠镜直肠镜 另外一个那就是肛颈癌 肛颈癌 在北京的话 现在对于 最近实施了 对乳腺癌和肛颈癌 都进行大普及的筛查 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 这种筛查的这种手段 现在就是刚才你提到 就是在中国 现在这种筛查的手段 这种要求也比较普及 那么现在中国所用的这种筛查的这种手段 和美国或者和世界上其他的这些 发达国家所用的这种手段 是不是类似的 或是同样的标准呢 是怎么样做的 从筛查的基本方法来说 没有太多的差别 最根本的就是细胞学的筛查 那就是肛颈突片 肛颈突片是最早的 最传统的办法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 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时候 那么说起来也简单 就是用一个 当你做妇科检查的时候 用引导扩张器 扩张以后 那么可以有一个带刷子的 或者说一个纱布的 一个小的 一个小绵签之类的 你可以把那个肛颈当中的细胞刷下来 然后做突片 突片以后的染色 染色完以后呢 你再在显微镜下面看 看看这个细胞 有没有异常的变化 如果说你看到细胞 有异常的变化 那么在下一步的时候 如果有异常的变化 那下一步就要做 进一步的检查 阴道筋的检查了 或者说再做 再看到有局部的病变的话 那么需要做活检 活检以后呢 你可以在 在那个 组织病理学 去确诊 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癌前病变 那么在根据具体的情况 再做进一步的治疗 说到这个筛检 其他的一些癌症 无论是这个女性的癌症 或者男性的癌症 有些癌症的筛检 是有一个年龄的 这样的一个规定 比如说在美国医学上 或者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规定 比如说多少岁 以后做什么样什么样的检查 那么这个宫颈癌 这种筛检 有没有一个年龄上 年龄段上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时候 对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宫颈癌在这方面 筛检这方面呢 有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说 比如说乳腺癌 这妇女来说 做乳腺的那个X光片的检查的话 那么我们鼓励在40岁以后 因为她这种疗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后期的时候发现的 那40岁以后呢 每两年 每一年做X光片 那结肠癌 治肠癌 我们鼓励呢 或者推荐呢 就是在50岁以后再做 她做的 做了以后的 也不是每年都要做 要是做了是正常的话 你每个5到10年才做 宫颈癌就不一样了 宫颈癌的 大家对认识 宫颈癌的认识呢 也逐渐越来越清楚 那么对筛检的办法呢 也在逐渐的有一些改变 所以筛检的时候 那种推荐的方针呢 也有一定的改变 目前的改变呢 目前的时候 我们推荐呢 就是说 在20到30岁左右 那么一般的时候 最开始的这么说吧 最开始的宫颈癌的筛查 推荐的时候 就在有新生活以后 三年以后 就开始 或者说呢 你到21岁 20岁以后呢 你开始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 20到30岁之间呢 以前的话 我们是主张的是 每年一次检查 现在呢 发现每一年和两年检查以后呢 对她的那个 宫颈癌的发病率 或者宫颈异常的发病率 没有太多的差别 所以呢 现在主张的是 每两年做一次 那么30岁以后呢 又不一样了 30岁以后呢 通常来说 如果是没有 高发危险的人群的话 那么你可以 也是可以做 每两年一次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连续做了三次 都没有异常的细胞的话 都是正常的话 那么你可以就把这个时间 再推长一些 每三年做一次 也是可以的 那做到以后 就是说 你要是做 结肠癌 你到60岁以后 你还要继续做的 但是这个就不一样了 宫颈癌来说 一般来说 到60到65岁 如果说前面几年 你没有发现异常的话 你可以停止 不用再做了 不用担心了 那关于这个 宫颈癌的筛减 比较早期的诊断 以及治疗 特别是呢 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有了一种疫苗 那么待会呢 我们来仔细的说一下 那么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 演播室的免费直播号码 这是美国之音 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 以及英特网 现场直播的 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是子宫颈癌的筛减 与疫苗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 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 范潮红医师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会接听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号码是 10810 听到录音提示以后 再播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有些地方呢 你可能要先拨打 108710 听到录音提示以后 再播8668375161 好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信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录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位观众 可能要提问 提上海的陈先生 上海陈先生你好 你好 听讲 请问为什么仓记多发宫颈癌 什么记 谢谢 记语 哦 仓记 他是说这个性功恶者 是不是会多发宫颈癌 哦 仓记 嗯 也就是说 我想这个问题 陈先生所关心的 是不是就是说 和性活动有没有关系 啊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 就是说 我前提可能说很多肿瘤吧 我们都不知道病因 但是呢 肱颈癌 我们知道是病因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 肱颈癌 都有于这个 一种病毒引起的 嗯 这个和性生活有关系 它是通过性传递的 这种病毒呢 叫什么呢 叫人类乳头状病毒 嗯 人类乳头状溜病毒 嗯 这种病毒呢 对我们一个简称 就是是不是叫HPV HPV 对 就是HPV 人类乳头状 叫HPV 嗯 它这个病毒呢 它一般呢 就生活在 生之道的 这个表皮 或者是粘膜 嗯 那么它通过传递呢 就是对性生活有关系 嗯 所以就是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在说 高威法 人群 就是哪些人有 比较高的 那些人的机率会会出现这种公敬癌 第一 那么你要是在新生活的时候比较早 开始 嗯 就是很 那么你新生活先长 年龄比较 年龄比较早的时候开始 第二 就是说你的那个性的伙伴比较多 嗯 就那么 仓记 那么 相对的 他的新伙伴就比较多 嗯 这个有一个情况要提醒的是 嗯 不仅就是说他自己 以新伙伴也多 如果他的 这么说吧 如果丈夫在有新伙伴比较多 情况下 在婚后 那么他的太太 嗯 那 对于这种机率来 也会增高 因为通过他的丈夫 他的新伙伴就比较多 意思就是说